我害怕受到伤了 完蛋 吃个大傻子吧 还是这么多人排队 来家一步吃火鸡肉饭真的很可惜 我就莫名其妙就上车了 我们先来这么一堂天 下午第一天所测开本 减价第一天出来的好多啊 全是人 好了 我现在已经从台北七发了 大家看到我第一人要去哪里呢 你还每公僕ED 现在已经到嘉义了 先去我的饭店 把行李给放下 然后再去找迟到 还有吗 我现在要去找我的饭店 太远了 太热了 不说了 不说了 你喝醉了 想吃了 继续出发 真的好可爱 还有只小熊 暂停内用 那你怎么办 路边解决了 就当做路边野餐 我要一个小盘的凉面 然后一个四味果汁 谢谢 既充满期待又害怕受到伤害 美乃滋凉面到底是什么神仙搭配的 我来嘉义之前就特别想尝尝这边的美乃滋凉面 嗨 就地解决 你是来拉屎的吧 看到吗 我就是这么随性 来到嘉义啊 吃凉面一定要配上美乃滋 我先尝一下这个四味果汁 它是有凤梨柠檬芭芭蜂木瓜 是芭蜂 口感比较神奇 但是我觉得凤梨味比较明显 我太渴了 你会不会觉得我 有点狼狈 你跟我自己想象的有一点差别 人生不则是千奇百怪充满的未知吗 美乃滋 第一次听到美乃滋凉面这个东西 我觉得好神奇 为什么它会和凉面的搭配 老板你绑太紧了 不是 人生不则是千奇百怪充满的未知吗 人生不则是千奇百怪充满的未知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刚刚跟老板说 我的酱子打了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包美乃滋 我真的是对自己也无语 经历好多波折 吃到真不容易啊 我不想再出差错了 很香哎 闻到了一股那种蛋黄酱的味道 还是凉凉的 先让我吃几口再说 我已经受不了了 它跟台北的那种圆圆的那种油面不一样 扁扁的宽面 为什么嘉义人就有种执着 吃凉面一定要加美乃滋 而且像这种美乃滋凉面啊 我在台北根本就吃不到 我相信可能台湾只有嘉义人会吃美乃滋凉面了吧 它就是凉面一定要配四味果汁才爽 吃白粗 四大天王特调酱汁 酱油 美乃滋 然后蒜泥 芝麻酱调制成的 真的好绝呀 这个面 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黑暗料理了 没想到味道还这么好 在夏天能吃上凉面 然后配上 这个果汁真的好爽 嘉义人的凉面 酸酸甜甜的芝麻香 要的就是这个味儿 就是这个味儿 好吃 跟大家讲一讲我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 因为我刚才在问路嘛 我就找不到这家 他说这家店在乔林一头 要不要鸡鹊载我去 我一口就答应了 上去后才发现 我是不是太莽撞了 我就是个大傻子吧 幸好遇到的是一个好人 他一路谷狗 一路带我 找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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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很久没有坐机车了 这个速度我真的还是有一点 接受不了啊 但是快点 他貌似也不太清楚这家店 本来以为嘉义当地人肯定是知道的 总算还是平安到达 我迷迷糊糊的上车 迷迷糊糊的下车 他就这么头也不会的走了 我就莫名其妄就上车了 这边以后发现不能内用 还得在路边吃 但是我还是挺感谢他的 好热情啊 我很久没有坐机车了 我上去看开得这么快 我还是有点慌兮兮的 真的还蛮好吃的 刚来嘉义就感受到了嘉义人的温暖 这边逛一下 然后我订到了那个 嘉义的不是台南很近吗 我就打算先来 周边的居民他们一个个路过 看得我好震惊啊 在一个路边吃东西的人 然后我就打算自己来台南 不是 我就打算自己先来嘉义玩一会儿 然后明天早上再去台南找我的朋友 那个朋友她是 她是个杭州美女 她也是个杭州人 然后那是她在高雄读大学嘛 跟她也没有见过面 我们是网友 我们聊了将近一年嘛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这次我就打算去台南跟她会合 真的很开心 我真的被大家的热情给震撼到了 我说我要去南部了 叮叮叮叮叮 给我推荐各种店 我带个9个位也不够 我觉得真的要90个位才够啊 我肯定以后再来好几次 恭喜你 完蛋 我第一次一个人出来旅行 大份时间都在等车 都在找位置 所以足迹我下一站要去哪里 天呐 完了 我怎么觉得这边的交动还是很麻烦 怎么办 我想一想 我看到她 她说刚才 她说已经到站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公交车开过呀 天人 哼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我看到有来了 有来了 坐上车 好 我就说了没有刚才没有看到车经过 但是她显示的是已经灵战 我现在打算去一个花 这什么花砖博物馆 这边应该是市中心吧 这个应该是市中心吧 这边感觉挺好够 这家里好有意思啊 甜不辣 我才辣 来嘉义 不吃火鸡肉饭的我才辣 但是 哎呦挺想尝尝火鸡肉饭的 又上排队 毕竟来都来了 那还是排吧 对吧 好不容易来一次嘉义 嘉书 现场的都可以进去 这我不确定什么时候能让你们进去 但我很肯定你们都可以进来 这我等一下就是先把门跳 我开始越远浴室 啊 我们现在要去楼上看 然后楼上去看完要脱鞋 我不知道很严重 哎呀没有印好 它就这样 希望这次能顺利 这个很硬 每次都硬不好 又是这样 我就是有一张瓶颈 小火车会停在我们的后门 这应该好慢 海湾是如何被使用的 这四个呢是四只蝙蝠 请看从这边是跟建筑枕合在一起 是给你福气 没人帮我拍照 其实啊我也找路人了 后来我就选择 这边好热闹呀 这边好热闹呀 这个林聪明沙龚鱼头 是嘉宜人的宝藏名单 超级火 我看到这个队伍我慌了 太牛逼了 这个队伍牌的真的是 差点忘了今天来的目的 全台湾都在吃肉早饭 唯独家里人就喜欢吃火鸡肉 天哪 已受完 我收藏的 他居然跟我说卖完了 已受完怎么办 有点难受 去阿楼市 太多人我懒得拍 我还想说 阿红是吃不到我来吃阿楼市 走到这里 还是这么多人啊 又一直排 为什么都这么火呀 我去看一眼 还一直排 看这个身也太好了 但是我很想洗怎么办 凉拌 好周杰啊 如果内用的话 环境不是很好 而且排队更长 如果外带 我又不知道去哪里吃 前期做不到我 还看了好多网友的建议 都经过几家 民主 人超多 随便路过的 超级热 想吃的都要排队 来嘉宜不吃火鸡肉饭真的很可惜 我一定要来吃 总算吃到了 因为大家说嘉宜火鸡肉饭除了喷猛都不太采雷 喷猛 好呀 我相信大家 我就随便进了一家圆环火鸡肉饭 哇 它这个鸡丝很嫩 它这个饭也是软软的 刚上桌那个鸡油箱就冒上来了 上面撒着油葱出来提味 鸡油的火鸡肉饭真的遍地开花 我躲进这家店就是因为里面有冷气 凉快 然后再拌饭 做半熟蛋 太执人了 就是一个人我也不想吃那种人特别多的 而且特别热的 又热人又多 如果是瓶酒有一点尴尬 特别嫩 它这个鸡丝怎么做到这么嫩呢 大家不要吐槽 我说什么 没去吃你们觉得那几家特别好吃的会儿就给我看 因为我实在是懒得排队 然后排不到 我就随便进一房 现在毕竟来嘉宜了嘛 还是要 ease一下 ease一下 你也拌着米饭再配上鸡油香 油葱葱在家的提味 就是一碗烧滚的嘉宜火鸡肉 上 嗨 我已经吃好嘉宜的火鸡肉饭了 又吃了美乃滋凉面 又吃火鸡肉饭 那我这次来加一种饭也算没有遗憾了 虽然就没去成 这个阿红火鸡肉和阿楼 哦 不是 阿红饰和阿楼饰 但味道也还不错 我没吃过的我觉得都很好吃 对吧 就这样 吃到就好了呗 我今天 我为了找一家火鸡肉饭 我真的大费中心 快累死了 买一杯手摇 来犒劳一下自己 我买了一杯绿茶多酚 哇 好好喝呀 它跟绿茶多多又不同 比绿茶多多还好喝 绝了 我现在要坐一个车回去了 我明天早上大早还要去台南 见一个美女呢 明天还要去台南玩呢 还要继续吃呢 哎呦 我今天走太多路了 有点累 还不是为了那个火鸡肉饭 新新新新新新的几家店 跑来跑去的 吃到了 吃到了就好 哎 我觉得还站在这边好 吃到就好了 这个还挺好喝 渴死了 晚安 晚安 拜拜 明天我们台南见吧 明天要去见一个网友 请期待一下下一支影片吧